除了台北市之外 我们看到南部地区 像是浦门中学 也为考生来举办了考前祝福礼 邀请到浮光山法师 在浦门中学 具有指标性的观音向前 来举行祈福一事 浦门中学校园传来心经 与幸运大师齐怨文的宋敏医生 即将毕业的国高中生 也跟着发愿 面对五月陆续到来的 统策 会考 指考等多元入学测验 是毕业生下一个升学阶段的关键 浮光山法师来到浦中 藉由祈福一事为考生加油 考试的时候常常都有一些恐惧 恐惧就会导致我们没有了信心 失去了信心 就没办法在考场里面 发挥我们平常所学的 所以今天我们站在观音菩萨的面前 也是祈求观音菩萨可以给我们这份信心 许多透过繁星计划 已经录取学校的学生 也一起来参与祝福礼 然后呢今天学校办这个活动呢 虽然我们已经上榜了 但是我们主要就是来帮其他的同学 还没有考完的会考生 还有统策生来帮他们祝福 祈愿不分信仰 重要的是提起面对考试的信心 虽然我是基督教徒 可是透过不同宗教的不同的仪式 也可以让自己就是感受到不同的信仰的力量 很感恩学校还有佛光山的师父们 可以提供我们有别于其他学校没有的 这种比较特殊的祈福活动 就是让菩萨就是生命什么 也可以庇佑我们考试顺利 加油 要去旁边 要跑 我们在普门中学的地标 也自我们的观音圣像前面 办理这个祈福特别既有意义 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创办人 也是同学师工 能够搬发一个棘原品 大杯咒水跟智慧比 法师跟校长颁发大杯咒水 与智慧比给考生 在这么多的祝福中 希望面对各类型的升学测验 除了实力更有众人极弃的好运 人间卫视五庸曲高雄采访报道